欢迎来到电影视频室 1880年代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印度男仆之间 一段刻骨铭心的友谊少为人知 今天为大家点评女王与侄己 Victoria and Abdul 以下电影画面由Focus Features提供 80来岁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 在19世纪末已经是超过60年的女王 是当时英国执政最久的女王 已经是地球近10亿人口的元首 人生的晚年多数亲朋弃友已经离世 圣庄国宴也已经成为她的日常琐事 当时的殖民地印度 派出在监狱的一名文员Abdul代表 到皇宫给女王送一枚硬币 原本只是一场任务 维多利亚看中Abdul 把他留下来当仆人 维多利亚在宫廷内身边的人 为争夺势力而名争暗斗 女王也就从Abdul这个不需要争夺权利的人 在他身上找到知己 维多利亚想多了解Abdul的文化背景 之后更加将他分为自己的导师 学习乌尔都语 念可兰经 也把Abdul的家人带到宫廷 维多利亚的这举动自然地引起身边亲信的不满与嫉妒 在死后Abdul也立即被新国王驱逐出宫廷 并销毁所有女王和导师之间这段关系中的所有证据 这段少为人知的故事 其实也是在近几年来才被发现 剧情感觉不可思议 但是确实发生 可以让大家认同的是这段真挚的感情 在复杂的宫廷和政治环境中 两人互相学习 依靠成为知己 这一幕 女王倾诉自己怀念死去的丈夫 并对自己继续活在人间感到伤痛 Abdul也为此安慰女王 实验Abdul的新进演员 Ali Fazal认为 这两个看起来是来自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的关系 在所有试乱当中 如一朵小花般绽放 两个人心灵相通 在这种惊喜和这种狂状 有这种美丽的花 这两个人 看起来没有属于这个世界 但是人们就联系 著名英国导演 Steven Frears 指导过影片 女王The Queen和菲洛梅娜 Philomena 再次用题材吸引观众 而国宝集影后 Judy Danch在电影中 也凸显女王坚强背后 带有脆弱的一面 她也更加成功提升 年轻Ali Fazal的演出 这是部带有幽默的剧情片 题材中不忘凸显当时令人懊恼的 种族歧视色彩 但要是一个女王能够撇开一个人的肤色 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 从人群中找到感动人性的知己 这是否也能启发大家 以新的眼光来看身边和自己不同的人呢 女王与知己Victoria and Abdul 笑忠带泪 提醒大家不论在人生哪个阶段 都有找到快乐的希望 满分五分钟得四分半 不该错过 不论在人生哪个阶段